大家好 我是樂寫阿傑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樂寫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種 台灣非常大型又漂亮的敲行蟲 那當然在台灣五十幾種敲行蟲裡面 有兩種是保育類 一種是台灣大敲行蟲 今年還沒有機會遇到 一種就是我們現在要介紹的 長角大敲行蟲 將將有沒有看到 哇塞超漂亮的 我跟你講長角大敲行蟲 其實我已經好幾年看到了 我記得第一年看到長角大敲的時候 是在哪裡 北橫 北部橫貫公路 對 所以今天我們又在相同的地點 相同的道路上面遇到它了 那這一隻呢 非常厲害 就是我猜它是前一晚驅光的個體 因為我們來到這邊是非常熱門的 大家在這邊點燈的地方 那可能大家有看到 或者是它飛過來大家沒看到 然後因為你知道嘛 保育類的長角大敲是不能採集的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 但是 記好不要把它帶走 這是最重要 來 我們近距離觀察看看吧 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長角大敲 最重要就是它的大鱲 我想長角 長長的角 很明確就已經把它名字點出來 第一個是它大鱲非常長 當然這是大型的個體 這一隻我目測這樣應該超過七公分沒問題 而且非常明顯的就是長角大敲 以前在 不是以前 現在還是 就是它在中南部有個稱號叫關刀敲 為什麼 你看它的大鱲 看它的大鱲有沒有 像關公的青龍圓夜刀 當然因為它又黑又大又漂亮 也有人把它叫做黑金剛 所以如果有機會你在山上聽到這兩個名號 黑金剛關刀敲的話 99%就是講我們台灣的保育類昆蟲 長角大敲型蟲 非常漂亮 又黑又大 然後像這類的敲型蟲主要它 其實在台灣海拔大概800 800到1600 16001800 差不多 我記得我在這樣的海拔都有遇過它 所以呢 最重要是什麼 森林環境 森林環境好原始林才會有它們的存在 長角大敲型蟲仔細看 哇賽 好明天大鱲 說實話我已經好久沒看過長角大橋 看到它 再次看到它我非常的開心 真的 好 聽完樂寫阿傑的介紹以後 是不是覺得台灣長角大橋非常的棒嗎 這一隻 它其實 其實還蠻大的 好迷人喔 它的樣子就是迷人 它的外觀就是漂亮 然後它在大型一點 我記得以前看到那種8公分 8.2 8.4 甚至8.5的 它頭部 已經有一點那種 有沒有 兩個凸起那種感覺 非常大非常漂亮 而且在台灣真的出現了9公分的長角大橋 在幾年前有人發現過 雖然我沒有親眼看到 可是我相信這個傳言不會是假的 那也希望 在看完我介紹 大家要知道 這一類的昆蟲 不管它是不是保育類 原生的環境是需要被保護的 你要保護我們的森林 這些原生的生物才能好好的存在下去 不要忘了 因為森林就算開了道路 就算有了飯店 有了餐廳 這片森林還是它們的家 這些生物它們才是森林的主人 所以記號 樂寫阿傑 樂寫提醒 保護森林就是保護這些生物 保育類的長角大橋青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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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